他养牛基本不花钱 只需要每天带员工掏牛屁股 就能靠牛粪 净赚上亿元 广西北海的黄炳泉 有一天他突然要去养牛 而且他养牛的方法 还与众不同 成本只有同行的一成 基本不要钱 这一养就是五年 好不容易把牛养成了 他却不舍得卖 可即便是这样 很多养殖户一头牛 最高只能赚三四千元 而黄炳泉的一头牛 却净赚数万元 这其中有什么不一样的财富呢 而黄炳泉却是在一座海上养殖场 发现了这个商机 每次黄炳泉到这里都异常兴奋 因为养殖场里的东西价值不菲 原来这里养殖的就是珍珠棒 可珍珠棒和黄炳泉养牛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黄炳泉有一个酒厂 珍珠棒肉是他酿酒的一味重要原料 酒的畅销让他年收入上亿元 而黄炳泉为了保护棒肉的原料需求 于是收购了当地废弃的珍珠棒养殖场 还做起了珠宝生意 可随着酒产量的增加 酒糟的问题也让黄炳泉头疼不已 一个月50吨的酒糟 只靠处理给农户养猪 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 而黄炳泉有一次听农户说起 牛一天吃80斤草料的事情后 他觉得牛能处理掉多出来的酒糟问题 可大伙却觉得不妥 黄炳泉酒厂搞得好好的 非得要去养牛干什么 这样一来不仅资金链做得太大 而且都是牛臊味 妻子甚至要求黄炳泉去养牛场 必须换洗衣服 不允许他把牛骚味带回家 黄炳泉先是到各大牛厂参观学习 可在看了广西很多的养牛厂后 黄炳泉总结出了很多养牛户不赚钱的原因 那就是成本太高 他认为成本越低 养牛就越成功 2006年 黄炳泉建起了养牛厂 开始养牛 可酒厂的酒糟 是米酒产生的液体酒糟 而一般的酒糟 都是固体酒渣 如何让牛接受液体酒糟 成了他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黄炳泉考虑再三 选择厌度奶水牛进行尝试 这种牛吃的东西比较杂 更容易接受液体酒糟 同时奶水牛也深得广东人的喜爱 不愁没有销路 为了让牛吃酒糟 黄炳泉可是费尽了心思 他将草和酒糟混在一起 牛吃草的同时 也就吃尽了一些酒糟 慢慢的就适应了 用这样的方法 一头牛一天能帮黄炳泉消耗十斤的酒糟 酒糟含有一定的酒精度 牛吃掉后就能安心趴握反厨 牛的皮毛也更加发亮柔顺 吃食也不再挑截 别人养牛三年要出一万五千块钱的成本 黄炳泉靠酒糟省去了百分之七十的成本 更厉害的是 黄炳泉养一头牛 却能收入六万多元 是别的养殖户的二十倍 这是怎么做到的 身价过亿的大老板 突发奇想要养牛 他还做出了很多荒唐事 其中在2008年12月 黄炳泉的牛数量已经扩大到了一千头 不少牛都能产小牛了 可两三度的低温在广西持续了一个多月 而印度奶水牛不耐寒 天气低于十度就不会进食 甚至会被冻死 黄炳泉就是在这场冻灾中 做出了一系列的荒唐事 让大家至今提起来都会笑 原来他为了防止牛被冻死 给牛买来了柴火烤火 这一烤就是四十多天 花了黄炳泉三十万 大家都嘲笑 他是有钱烧的 就在此时 更搞笑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气温低 所以牛吃的很少 黄炳泉就想拉花生壳给牛吃 这下可坑坏了牛 因为花生壳木质素比较高 所以吃了十天八天的 牛就会变秘 等时间一长 牛被憋得黄噪了起来 黄炳泉为了保住自己的牛 他让员工给牛掏起了牛粪 工作室咱们是炒牛粪的 而给牛掏牛粪这种事 虽然在当时听起来很搞笑 可黄炳泉就是靠这些办法 平安让牛度过了低温 可冬天的食物问题 让黄炳泉很发愁 这时他无意中在水果加工厂 看到牛吃果皮 这给他带来启发 于是黄炳泉又决定给牛喂果皮 他找到水果加工厂 拉来果皮给牛食用 可没过两天 就又把牛折腾坏了 因为菠萝中有一种菠萝酶 会腐蚀牛的口腔导致生疮 于是牛都不敢吃东西了 同时果皮不易保存 时间一久就会发臭腐烂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找到华东农大合作 让果皮发酵 经过十几天的发酵后 果皮就变干 新拉来的果皮 跟干皮不断地混合 这么一折腾 果皮就能储存好几年 而牛一天要吃22元的饲料 黄炳泉的美头牛 因为果皮加上人工成本 也才三元 黄炳泉加大了对果皮的收购 一开始供应商还要收钱 可后来一听他要的分量后 都争着要免费送他 因为果园的果皮太多了 如果黄炳泉不收购果皮 他们反倒要花费更大的代价 处理果皮 2010年 黄炳泉的牛达到了2000多头 他却还是不舍得卖 这让周围的人都感到意外 他养牛上千头 却不舍得卖 然而就在五年后 这些不舍得卖的牛 却让他年收入上亿 他是怎么做到的 2010年4月 黄炳泉放着2000多头牛不卖 反去承包了几千亩的废弃岩场 养起了海鱼 还花费上千万修筑海堤 原来黄炳泉是要用牛粪养鱼 可牛粪怎么养鱼呢 原来鱼并不是直接使用牛粪 黄炳泉将牛粪发酵 除去氨蛋 然后将其堆放在鱼塘边 随着鱼水渗入鱼塘 这样就能给藻类提供营养 这样水里的小鱼小侠 就不缺吃的了 遵循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的原理 牛粪的介入不仅提高了水质 还维持了水体的生态平衡 提升鱼的产量和质量 靠着这些鱼 黄炳泉每年又多收入200多万元 等到2013年 他的牛数量达到了4000多头 每年初篮公牛数量达到500头 一头就能卖到2万元 而奶水牛的牛奶 比黑白点的牛奶浓度高 黄炳泉就将牛奶做成奶酪 一斤能卖出150元 这样一来 一年就能多挣100多万元 可等到2015年 黄炳泉却突然鱼也不多养了 牛也不愿意多卖了 有钱都不挣 却每天待在牛粪堆里 大伙都觉得他疯了 原来黄炳泉的牛 每天都有一百吨的牛粪产出 为了解决这些牛粪 黄炳泉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于是他就想 能不能变费为宝 把牛粪发展出更多的财富呢 于是他向农业的科研人员请教 每天待在牛粪堆里 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 直到他在牛粪堆上 种出了一样东西 原来牛粪发酵之后 长出了这些菌 菌的价值不低 一顿就能卖出三千元 人家就先花扎 插在牛粪上 我们菌就插在牛粪上 而臭烘烘的牛粪 在黄炳泉的眼里 就跟黄金一样 纹身是宝 黄炳泉的牛养殖三年出篮 养殖成本却不到四千元 一头牛卖两万 利润就有一万六 更赚钱的是 一头牛每天产生八十斤粪便 这些粪便发酵出来的有机肥 一年就有十四吨多 一吨三千元 一头牛产生的有机肥 还能卖四万多元 牛肉加上有机肥 一头牛能产生六万元的收益 年销售额上亿元 而他更厉害的是 利用菠萝酶溶解珍珠棒壳 给牛补钙 又给他一年 节省上百万的成本 他创新养殖 便费为宝 做出了一套自己的循环经济 黄炳泉的净利 对您有什么启发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